你不能指望这个世界 全世界都喜欢你 曾经站在讲台上 勉励年轻人别受网路霸凌所苦 我以前养过一只拉不拉多 是那种大型犬 那我用很多的时间去爱护它 一任养代替购买的狗狗公益场合 也能看到它的身影 黑人陈建州出道以来 就长汉做爱心挂上边 自己也曾经发起公益计划 日前更对于新北国王名将杨敬敏的 不伦练他以PLG的执行长身份发言 不管怎样球员必须对自己负责 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舞台 没想到自己现在深陷MeToo风波 2020年曾经转贴老婆范范的贴文 声援他愿意认错是高尚的勇气 现在被网友翻出来 底下一排最新留言 你要为MeToo认错了吗 更有网友嘲讽高尚的勇气 这话更适合现在的你 不为黑人性骚爆出疑云 虽然重创形象 但是却仍然是PLG执行长 职位没有变动 媒体人姚慧珍就发文揭露 黑人在台湾综艺圈 体育界可以呼风唤雨 是因为他跟王永庆 二房家族的第三代交情匪浅 而同时他们也是职业球队 新北国王的资金来源 最后呼吁王永庆 二房家族不要互短 黑人可以帮我们 勉励我们新冠欧 黑人跨足演绎 体育界更是票据篮球联盟的执行长 但现在闹出me too争议 媒体人姚慧珍喊话 关系人立即切割 否则成为共犯结构的一环